此国很长一段时期,属于中国的一个省,活得最长的国王身边老婆无数,历史上的朝鲜曾经一度是中国的附属国,他们以中国为宗主年年朝贡,而中国也会慷慨地帮助朝鲜,无论精神财富还是物质财富,我们都曾送给朝鲜很多,但事实上朝鲜虽然与中国有着这样,藕断丝连的关系,但是也有过敌对的时刻。 传说朝鲜的始祖曾经是商朝灭亡,始流亡到那里的商朝贵族,姬子他们惧怕周王朝会对他们赶尽杀绝,同时也感到国家灭亡实在无言面对祖先,更加不愿意养人鼻息的生活,于是在辽东的朝鲜,安乐家使称姬子朝鲜汉出,燕王鲁违叛汉后,陶志兄奴旗部将,燕国将军为马绿千余人进入朝鲜, 并成为姬子朝鲜的功乡位。 满于公元权,194年在平壤一带建立政权推翻了姬子朝鲜,史称卫是朝鲜习势力范围,扩张到了金首尔一带。 此时,魏满朝鲜,依然属于中国地方政权等到汉武帝时代,他派兵征服魏满朝鲜,后在朝鲜半岛中部和北部,设置了四个地。 此时,朝鲜变成了中国的一个省,后来随着汉朝的衰败他们又独立了出去隋唐之际,朝鲜更是建立了强盛一时的高沟黎王朝历史上, 鼎鼎有名的明君唐太宗李世民,曾经就率军攻打国这个国家明朝以后,朝鲜和中国的关系已经非常密切两家户,通有无朝鲜甚至还会给明朝的君王进贡美女儿朝鲜,也因为得到了明朝的支持,拥有了一段比较稳定的发展期,这也是为什么后来的朝鲜在明朝灭亡后,始终不愿意臣服于清的原因之一。 今天我们要介绍的便是朝鲜历史上的宿宗皇帝李吞,他是朝鲜的第十九代君王,父亲祖父都是朝鲜的王他的权力交接过程,也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波澜,总体来说还是比较顺利的因为他是显宗的独子,所以也没有兄弟和他竞争。 宿宗李吞一生之中一共有九个妃子,其中三任王妃还有另外六个贫喻。 李吞的第一个王妃来自今是出生于公元1661年今,是朝鲜的大姓之一。 晶王后的父亲也是当年朝中的重要臣子,他的母亲也是来自宁门大族。 这位金王妃可以说是宿宗的结发妻子,在李吞还是世子的时候金王妃就嫁给了他,两人的感情生活也算比较和谐,可惜的是这位王妃,仅仅在魏六年就早早离开人世。 后来朝鲜的君臣给这个王妃加的是好为人静可见他们对这个早早辞世的王妃开始比较满意的。 金王妃死后李吞又重新找了一个王妃,也就是敏氏。 敏氏要比金王妃小六岁,家庭背景倒差不太多,虽然出生几乎没有差别,敏氏的人生际遇却比不上前任。 仅仅在魏八年敏氏就被李吞废除,直到五年以后才重新将她的王妃身份恢复,这还是因为替代了她身份的张喜平犯了罪李吞。 一怒之下,撤销了张喜平王妃的身份敏氏才勉强,得到了翻身的机会值得一提的是,张喜平虽然戴罪被赐死她的儿子,却成为了李吞之后的继任者,这也算是一桩非常难得的奇闻。 了毕竟,一般来说后宫都是母以子贵,景峰的母亲戴罪赐死,她还能顺利继位十载,是有够幸运令人遗憾的事。 这位敏氏也没能陪李吞到老,最为一个超长待机的君王李吞范位长达四十年时间,而敏氏在他君王生涯的第二十个年头,就已经匆匆谢氏无可奈何之下。 李吞只好重新选一位王妃宿宗的,最后一位王妃也是来自金氏,但这位王妃的年纪很小,她出生于1687年,要比当年的敏氏小整整二十岁或许,正是因为年龄的缘故,她才能够陪着李吞走完这一生。 后来在李吞世事后,金氏又被尊为王大妃,由于年龄实在不大,所以金氏甚至熬死了李吞的继任者景宗。 殷宗即位以后金氏又成为了大王大妃身份尊号几乎快要赶上我们的老佛爷慈禧了。 除了三位王妃之外,宿宗,还有六个嫔妃,除了上述的张喜嫔,因为犯罪而被赐死以外,其他的五个岛都没有犯过什么重罪,可以说是比较顺利。 而且这五个妃嫔中,出身也参差不齐其中宫女出身的就占到了三位,大都是因为貌美而被宿宗宠幸他们。 在服侍宿宗的时候还曾经为宿宗生下了孩子,也算是比较圆满了,并且为了巩固日渐示威的王权李吞利用党派实力,不断转换执政派系以维持平衡。 通过扶弱一强的方法强化王权因此加剧了党派之争,在各个党派斗得你死我活的时候李吞却借机重拾王权,但由此也内耗了大量国力。 在李吞和儿子景宗时期困扰朝鲜王朝百余年的党派斗争达到了顶峰,诉讼李吞的四十年君王生涯。 我们再且不去评论,单凭他能超长待机这么长时间,其实就已经非常难得了。 毕竟不论国家大小君王,都是一个高危职业,哪怕全是帮身可终究,还是要操太多的心,远远没有普通人的生活。 书心另外,可以深思的是被誉成汉之吕至唐之五兆,的张喜平最终没有如二人一样女主称制,反而惨然服毒究其原因可能有多种解释。 但最重要的是诉讼李吞不是汉惠帝,唐高宗对君主来说爱情是奢侈品,而王玄却是必需品参考资料。 李朝诉讼实录,朝鲜历史上的诉讼李吞,成正院日记。